A profound phrase used by King Benjamin 宝安敏王在教导有关救主和他的赎罪时 用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多年来这句话一直是我重复研读和沉思的主题 宝安敏王向他所服务的《亲爱人民告别》时 发表了一段撼动人心的讲道 他说认识神的荣耀尝到他的爱 还有获得罪的赦免 一直记得神的伟大 以及每天祈祷和怀有坚定信心的重要 他也应许只要做到这些事 你们必常常快乐 充满着神的爱 一直保有罪的赦免 我的信息要强调的就是这项原则 一直保有罪的赦免 这句话所传达的这里 可以巩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深化我们的门徒身份 我祈求圣灵会在我们一同思量 这个重要的灵性真理时 启发我们 激励我们 我们在今生经历肉体的出生 也有机会经历灵性的重生 先知和使徒劝告我们要 觉悟神的存在 要重生 并记着在生活中 接受基于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带来的祝福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神圣尼赛亚的功劳 慈悲和恩典 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自然人 以自我为中心和自私的倾向 让我们变得更无私 更仁慈 更像圣徒 我们得到的劝告是要过 让我们得以在末日捷径地 站在主面前的生活 先知约瑟斯密简要地概述 圣职教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的重要角色 他说 重生是透过教义从神的灵而来的 这句话穿透人心 强调圣灵和神圣教义两者 在灵性重生过程中的角色 圣灵是神祖中的第三位成员 是一个灵体的人 为一切真理做见证 经文中称圣灵为保卉师 教师和启示者 此外圣灵也是圣化者 像火一样洁净世人的灵魂 将渣子和邪恶焚烧尽尽 神圣的教义是救主福音的核心 也是归向他并且寻求灵性重生过程的核心 教义是由具有属灵目的 及永恒意义的神圣动作组成 并和神的律法及规章相关 所有的拯救教义和圣灵教义 都必须先得到持有必要圣职权要的人授权 在主的复兴教会中所执行的救恩和超生教义 都不只是仪式或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而已 相反的 这些教义构成了神所授权的管道 天上的祝福和能力可以寄由这些管道 不断流进我们个人的生活中 这较大圣职诸礼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要 就是神知识的权要 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 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 没有圣职的教义和圣职的权柄 神圣的能力就不会像肉身中的使人显示 要获得神圣能力和既由救主赎罪而来的所有祝福 就一定要以诚实正直的心来遵从所接受到的教义 故想更充分地理解并获得意志保有罪的赦免的过程 就必须先了解取得天上的能力所需要的三项神圣教义 以及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分别是寂寞洗礼 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 以及圣餐 为罪的赦免的寂寞洗礼 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初步教义 洗礼之前要先有对救主的信心并真诚的悔改 这项教义是神为祂的儿女进入祂的国度所定立的记号和诫命 洗礼需要透过亚伦圣旨的权柄来执行 是归向救主和灵性重生的过程中 洗礼提供了必要的初步洁净 除去我们灵魂的罪 洗礼圣约包含三个基本的承诺 一 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 二 一直记得祂 以及三 遵守祂的诫命 遵守这项圣约所应许的祝福 是使我们能一直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 因此洗礼是必要的准备 好让我们蒙的授权 获得神祖第三位成员经常为伴的机会 水的洗礼后 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赐 才算完整 救主也是这样教导尼格德姆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先知约瑟斯密的三项声明 强调了为罪的赦免的寂寞洗礼 和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 这两项教育间的重要关联 声明一 洗礼是为接受圣灵恩赐 做准备的教义 圣灵恩赐则是圣灵得以施助的管道和关键 圣灵二 如果不以赦罪和获取圣灵的观点来做 与其为义人施洗 不如为一袋杀施洗 水的洗礼只是半个洗礼 如果没有另一半 圣灵的洗礼是毫无用处的 声明三 单单水的洗礼 缺少火和圣灵的洗礼是没有用的 两者是必要且必不可分的 经文一再强调悔改的原则 洗礼的教义和接受圣灵的恩赐 三者和赦罪的荣耀祝福间的紧密关系 尼腓宣告 你们当进的门就是悔改和水的洗礼 然后记着火和圣灵 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 救主亲自宣告 这是诫命 大地各端的人要悔改 归向我 奉我的名受洗 使你们得以记着接受圣灵而圣化 使你们得以在末日 捷径无暇地站在我面前 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里这项教义 必须透过麦基喜的圣治权柄来执行 在归向救主和灵性重生的过程中 接受圣灵的圣化能力 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持续洁净 除去灵魂的罪 这令人喜悦的祝福非常重要 因为绝无不洁之物能与神同住 我们是主的父亲教会的成员 蒙福透过洗礼得到初步的洁净 并既由神主的第三位成员 圣灵的陪伴与能力 有机会得到持续的罪的洁净 请想一想 农夫依靠的就是栽种和收成之间 恒久不变的模式 农夫明白要怎么收 要先怎么栽的道理 这个定律影响了农夫一年四季 所有的决定和行动 同样的 为罪的赦免的静默洗礼 和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也应该在我们生活中的时时刻刻 影响我们门徒身份的每一个层面 圣灵是让我们取得神圣能力的 第三项必要教义 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 不为世俗玷污 我们奉命要在主的圣日 到祈祷之家献上我们的圣灵 请各位思考一下 象征主的身体的血和面包和水 都是经过圣化并祝福的 神啊永恒的父 我们奉您子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您为所有领受此柄 或此水之人的灵魂 祝福并圣化此柄或此水 圣化是使之纯洁和圣洁 圣餐中的象征物得到圣化 好让我们记得基督的纯洁 记得我们要完全仰赖祂的赎罪 也记得我们有责任要光大 我们的教义和圣约 使我们得以在末日 捷径无暇地站在祂面前 圣餐的教义非常神圣 一再重复邀请我们真诚的悔改 并在灵性上更新 领受圣餐这样的举动 本身并不能赦罪 但是我们真诚做好准备 并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 参与这项神圣教义时 得到的应许就是 使我们能一直有主的灵 与我们同在 记着圣灵经常违伴的圣化力量 我们可以一直保有罪的赦免 我们实在有福 能在每个星期有机会 透过圣餐 反省自己的生活 更新圣约 并获得这项圣约的应许 有些后期圣徒 有时会表达出 想要再次受洗的愿望 想祭祀 变得想接受福音的 第一项拯救教义那天 一样洁净和配衬 请容我说明 天父和他的爱子 无意让我们一生 只能经历一次 这种灵性上的更新 复更和复原的感觉 透过各项福音教义 获得并一直保有 罪的赦免是神的祝福 这帮助我们了解洗礼 是尘世灵性旅程的一个起点 而不是我们应当期望 一再重温的终点 静默的洗礼 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 以及圣餐等教义 不是单一或分别的事件 而是救赎的过程中 环环相扣日积月累的元素 一步步的每项教义 都提升和扩展我们的属灵目标 渴望和实践 天父的计划 救主的赎罪 福音的教义 都提供必要的恩典 让我们向前迈进 律上加律 令上加令的进步 迈向永恒的前程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但在今生努力奉行天父 完美的永恒进步计划 他计划中的要求是荣耀 慈悲和严格的 有时候我们会一直坚决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力完全不足 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 在灵性上永远都不可能完成这项诫命 无法在末日竭尽无暇地站在他面前 主会协助我们 透过他的灵的力量 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 我们一定会蒙受祝福 看到自己的灵性潜能 我们努力重生 成为属基督的人 教义会将属灵的目标及力量 带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弱点会得到巩固 我们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 虽然没有人 可以在今生达到完全 我们却可以经由被 羔羊的血洗净 而且越来越配衬 越来越洁净无暇 我要应许并且见证 只要我们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 就会蒙得祝福 对救主的信心更为坚定 灵性更为坚强 并且最终在末日 竭尽无暇地站在主面前 我这样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